我們來看點 這裡寫四個點 張茂芙這裡 有點爭議 感覺是黏到了 我們來看清楚的這三個點 來做對照 事實上在左邊歐陽旬的字帖裡面 他也是 他也是有一點 點了以後 他會有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你可以看他微微的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張茂芙就直接連起來 因為張茂芙本身是一個行書 所以他的軌跡 運動的軌跡 寫得特別明顯 所以他變成點應該是一個 這個樣子從下面拉上來 到最後結束的時候拉下來的動作 我知道教科書上 有的會有上去 再下來 這個上去動作其實是沒必要的 這個收筆動作呢 收筆動作還是順勢 我認為寫字的時候 都是順勢 比如說我們現在寫這個 這個是不收的喔 你不要這裡再收筆一下再起來 再收筆一下再起來 再收筆一下再起來 這樣會很奇怪 所以他基本上只是單純的這樣子在帶動 最後一點的時候收筆 最後一點的收筆跟橫畫的收筆意思是一樣的 橫畫到最後收筆下來是準備寫下一筆 橫畫出來準備寫下一筆 所以相同的 他的點畫的時候其實也是有點收筆的時候要準備下一筆 我們看下一個範字 我們看下一個範字 你可以明顯說發現他只是拉動而已 他並不寫出一個非常標準的一種形態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類似形楷的楷書 並不是單純的楷書 那唐朝的就不太一樣 唐朝的它是直接下去了以後 拉動它 然後變成一個三角形 就拉起來了 所以它就會形成一個三角形 那前面跟後面呢 我認為前面後面如果你順勢的時候 這裡拉到肩的時候拿起來 其實它就形成這個形狀 但是在教科書上 在一般的書上都習慣再多畫一個動作 我個人認為這個沒有什麼必要 沒有必要的原因很簡單 寫字漂亮 達到外形那個形狀就可以了 比如說以弓來講 撇過來以後 他當他到這邊以後 他拉動到這裡變尖尖的時候 他可以直接過來 寫這裡 再過去 寫這裡 然後再過來直接寫下去 然後做一個結束動作 結束動作還可以收一下 但是這個只要三角形的形狀完成了 我想不需要寫到 因為我發現 很多人在寫字有點累贅的原因在於說 他每個地方都要在做這個動作 做這個動作以後再畫回去這個動作 寫完以後在這裡 然後到這裡以後再寫下去以後 又要畫回這個動作 那萬一畫得太大還要去補 我覺得這個不像寫字 所以我認為 形狀達到要求了 你要的形狀 我達到要求了 方便 就美觀 就是可以直接方便 美觀這樣就可以了 不需要真的去畫那個動作 我覺得這個動作 確實的一罪 那偏偏外面的教科書 統統都有畫這個動作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不畫 我個人是主張不需要 只要形狀對 順勢寫下一個字就可以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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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